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日文必答的环子 这一节嘉宾是郭先生和我们解答股票的问题 郭先生 你好 提提大家如果有什么股票问题 正股的问题可以带来204.6566 或是电邮到askatbschannel.com 如果是的话 这一节不如先讲讲讲交所 因为见到新闻方面有说 他想着研究拓展本地平台 给本地的基金分销基金 给本地的经纪分销基金增加收入 郭Sir 你觉得这件事对于港交所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可以做分销基金肯定好事 因为传统来说股票经纪都是做证券买卖 当然不知还有一些 如果你有期货牌可以做期指的买卖 但是基金的销程来说 一般来说就是资产管理那边 就是asset management那边 如果你说本地的券商可以销售基金 我觉得始终来说发展是多些的 不过是否需要你领有asset management的牌 即是资产管理才能做到 这就要清晰一点 因为如果你说没有资产管理的牌照 你去销售基金 似乎是法例上暂时不行 当然资产基金也是基金 即是说一部分已经在市场挂牌的基金 包括资产基金等等 其实是可以合法去销售的 这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你说一些场外那些 即是没有挂牌买卖的 好像我们打开一些财经报纸 例如说很多基金 有些什么基金 什么基金都有进取 保守基金都有 似乎券商就不能够参与 如果你说真的可以兼议的话 不过客源那方面的确有机会是多些 不过也带出了一个问题 其实一些比较小型的股票公司 它的客源不是那么多 是很有限的 理论上说一个很简单的分析 客人本身有100万个资金 如果100万个资金去做一个股票的投资 也好中线也好短线也好的炒作 都会有一个佣金的收入 以及会有一个一买一买 但是基金来说一般是中线的投资 或者是中长线的投资 你没可能今天买就明天买 就算你凌富基金 你买回来 都要等到一个中期的走势 例如这样几个礼拜 出现一个波幅性的升或者跌 你才会考虑加住或者回套 但是一些基金 其实来说好像我们的强积金 或者退休基金来说是长线的 是不可能今天买明天沽 或者今天买下个月沽 或者过几个月沽 一般来说是时间比较长一点 如果客户把资金 放在这些长线的基金上 而他资金只得一注的话 一放进去 你就没有多余的钱 去进行一些中短线的炒卖 所以对交易所来说 这个应该是正面的 因为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 机构性投资者可以去参与 或者券商可以去参与 但是对于一些普遍的中小 或者比较小的正面公司 我相信达来的效益 就不太显著了 其实港交所这几年 不断去发展一些金融的产品 包括收购倫敦的LME 包括其他那些 例如像湖港通 或者现在一路等的深港通 都是将投资的途径不断扩阔 引进更多的投资产品 让市场的资金 或者市场的参与者 去做一个考虑和参与 当然这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平台 但是还要看大气候 例如现在市况那样 那么低迷 成交金额那么疏落 气氛那么淡静 就算有什么好的产品出落 未必有很大的效应 最终就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而定 如果资金入市的态度是转容的 那当然交投又多些 联交所也可以在交易经费那里 又赚到钱 成交越大的盈利当然越多 但相反来说 如果市况一路淡静 好像现在这一分钟 好像完全不动的话 就算你推更多的产品来说 效应未必太大 这个很视乎市场的气氛而定 我自己觉得 在一个淡静的市况当中 大部分投资者都一定是采取冠王 直到市场出现一个单边的走势为止 比如这样 出现一个比较有幅度的上升 会有些资金开始入市 投资深大开始转容 那一刻市场的气氛 趋黄的时间 交投才会慢慢慢慢多些 有些产品的时间 就会研点了投资者入市 吸纳的意欲 相反来说 跌市也未必一定是一件坏事 因为股份便宜了 或者某些产品的价格便宜了 也会有些中长线的投资者 开始有低级的意欲 最不好的是牛皮不动 一路淡静 盘住在一个很窄的幅度之内 升就升不多 跌就跌不多 大部分人都由于 不知道方向是怎样 心想卖 但很多时候都抱着一个等一等先 或者明天再算 的心态 所以最终最终最终 都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而定 就等于现在的市场 指数来说真的不差 还回到20天线楼上 进一步显现了一个转稳的讯号 但成交今天比较疏落 股份的走势仍然还是牛皮 即是说大市是升得来 是没有什么气氛的 所以太多的产品不是说不好 但要看大市是哪个时段 和整体的交投是否贴烈 你好像几个月前 或者是3月去4月的时候 慢慢升去2000多亿成交 当时你没有基金 什么投资产品 都会有很多人去参与 相反来说 现在这一分钟 你再推多一点 其实反应可能都是一般 可能他也看到市况 牛皮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都要逼迫 想想一些新的产品 同时大家都预期 今年下半年 会推出深港通 但最近大罕出了一份报告 明镜就估深港通 很难在第四季通车 为此交所目标价220元 似乎这个预期开始淡化了 都见到市况是这样的 深港通未必开车 郭Sir你又怎样认为呢 其实现在内地中央政府 一直在做一些维稳的政策 包括最近你所说 处理一些 場外配置的违规的一些交易 或者一些户口 俗称的孖展 場外的孖展户口 一直在清理中 可能到今个月底 就全全都清理了 即是说 第一就是稳定了市势 第二就是对一些 违落下来的问题 尽量清理了它 当这些不明因素 清理了的时候 他才会去想想 深港通有何时代取出来 还有需不需要下一些法规去 去规限一些 可能会违规的交易 这些是一步一步 在现在这一分钟 A股不明 投资态度也比较保守之下 推出深港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你看看湖港通每天的余额 根本上好像没有移动过 因为参与股市买卖的投资者 一般来说都很取决于市场的气氛 以现在淡静的势头 推深港通其实是完全没有效应 更重要的就是 经过6月份到7月份的急跌 中央政府很希望股市先行稳定 最重要是恢复市场的秩序 稳定下来 一些违规的户口先处理 解决了一些问题 然后才等到市场的信心 开始慢慢慢慢回暖 在那一刻你才再研究 何时推深港通 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 有了互港通之后 深港通其实要推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问题就是效应出出来 行不行 以现在这一分钟 就算明天有深港通 那又如何 你交投也是这么淡静 不言索性 是迟一点再看 一个好一点的时间再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港交所的股价暂时来说 是会处于波幅性的整固之中 都不知311元的港交所 跌到早前的低位 最低是174元 以每股调整超过130元以上 我相信什么都够了 你单单说调整已经够了 事实上未有广东体浓之前 港交所股价本身就是86、87元 所以我觉得 只不过现在去到早前整固的区间 在这一分钟 如果你说升20元 或者反复10元、8元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有深港通的推行的话 港交所股价趁机会回到200元 或者试试220或者高跌 这个绝对不出奇 但是你说会不会这么快 去到300多元的股价呢 我看就暂时不行了 最低限度 现在成交不是这么配合 对港交所来说 未必会组成太坏的事情 因为整个市场比较淡静 就算你现在推的话 都不会有交投 不会有效应 所以刺激度是很低的 会不会跌得比较深呢 似乎也不会 因为整个大市已经渐渐升了 这个浪的低位 短期来说 可能仍然有机会 略为反复 甚至做好些 但大幅度上升的机会 就比较尾了 你只看图已经知道了 短期来说 由于股价已经咬住10天和20天线 稳守这个平台 成交配合的话 可以试试50天线 明白 谢谢郭帅的分析 和你追回新报 刚才讲过的股份清闻 有没有持有的 有时一会儿 进来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